你干嘛来了你 你不是老板吗 我找老板娘去 我在这儿 你找她干什么呀你 你回来 雅儿 你今天不上班 马上就去了 大美女就等你来了 这婚纱啊早就准备好了 就等你一件一件的事 走 好 小夏小夏 我在外面等你啊 你就是义丘吧 你好 我是叶云 雅儿的好朋友 你好 雅儿马上就要结婚了 我们两个是不是也得赶紧的了 老正们惦记着别人的 什么时候才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呢 你什么意思 虽然说这发信息打电话 能传递很多东西 但是 你懂的 我不懂 你能说清楚点吗 有些话还真是不好说 都怪我 对不起 我知道 跟好姐们吵架了吧 我想起找你什么事了 帮我找套房子 别太贵 两室一厅 嗨 猜我带什么了 知华氏 一八零一 不对 亲爱的 我正要出去呢 出去干嘛 赶紧的 好几百呢 花鞋本的 快 有冰块了 我跟你说 今天我真不能陪你喝了 我得去参加一个重要舞会 别去了 陪陪我吧 真不行 这恋爱中的女人呢 再忙也是瞎忙 今天 姐带着任务去的 什么任务 你猜 你猜呢 我知道 你们都觉得男的配不上我是吧 但求求你想想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天仙配啊 女人就两种 一种聪明一种笨 这笨女人呢才会花大把的时间 去寻找自己理想中的优质男 而我这种聪明的女人呢 会把大把的时间花在去培养我心目中的切力骨 我就属于后者 就像她那样的啊 至少你会觉得她聪明善良 而且又听话 虽然有点 那个 疼 反正不说了 你去不去 不去 红酒音乐单身钻石难啊 别后悔啊 你也别去了 在这儿陪我喝两杯 我呀 一不需要工作 二也不需要男朋友 来来来 得 那我去了啊 请自便 拜拜 这是你家 挺贵的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就是个宋泽飞吗 我讨厌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把话说清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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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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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秋 你怎么还没走啊 你 家里有人呢 我先走了 呗 哎 亲爱的 你知道吗 三个月了 以前我第一次跟男人亲密接触就被你这样给毁了 嗯 嗯 嗯 哎 本次知识竞赛活动将深入到广州市的十二个地区 使亚运科技知识得以广泛传播 营造全民学科学的气氛 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提升广州城市形象 即迎接二零一零年广州亚运盛会 亚运之星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广州市电视台经济频道和 这一份策划案做得非常用心 不过 还是有人跑了神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不够精彩 要是会一样的 也不过 辛苦你了 把这个策划案重新调整一下 散会 那我跟你说 今天这个事 太累了 真是的 是吧 这个客户也真是 烦都烦死了 就是 那林朗阳还退了 真是 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 让我向你道歉 上次是我不好 我太冲动 没搞清楚状况 对你说这么重的话 别介意啊 没事 我都忘了 来 喝杯水吧 我很小就去了美国 一直在那边长大 小的时候家里宠着 后来 就她宠着 我都觉得自己被宠坏了 性格也比较值 根本藏不住事 你还考虑来公司吗 不了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 这样也挺好的 你向来很有主见 一旦做了决定 很难改变 我这样的人 自主惯了 几年前 跟你现在都是一样的 什么事情都不服输 你倒是变了很多 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达林 不要再生我的气了好吗 我真知道自己错了 今天当你的面 我也真心道歉了 你就别再怪我了 好吗 人家当事人都已经原谅你了 我不会跟你计较的 赶紧点餐吧 等一下还赶回公司呢 服务员 怎么了 没事吧 没事 如果有急事的话 你可以先走 这顿饭都在下次再吃吧 不行 来都来了 总得吃了再走吧 吃 为什么不吃 吃了这顿 就不用惦记下顿 尝一尝这家的咖喱鸡肉 特别好吃 他不吃咖喱 服务员 点餐 subscribing 我愿意 给你 最近 毕登科 刘建国 还有宋泽飞 除了这仨以外 我压根就没见过第四个男人 那毕登科他不可能吧 我一直怀疑是那个夏晶晶 可今天他当着刘建国的面 跟我道歉 那我想他不至于这么干吧 我跟刘建国 连个联系方式都没留过 所以我想来想去 那就只有宋泽飞了 这么多天 他连个电话都没给我打过 连约好去看婚纱 都要叫那个什么叶云 在婚纱店我碰见他 连看都没正眼看我一眼 还有那个叶云 说什么电话短信 虽然说打电话发信息 的确可以传递很多东西 但是 你懂得吗 他什么意思啊 他讨厌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跟易丘摊牌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 如果他们真的没有什么的话 那小妃子为什么要删掉 他们的通话记录呢 为什么呀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 万一我抱着急 或者是当面去问他 那宋泽飞那事还瞒得住吗 那本来也没什么呀 就为了这么当的事 一摊牌 我和他就真的完了 完了就完了 反正是他们骗了我 是他们的错 算了算了算了 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冷静 我还是得想想清楚 就这样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 我不怕的 其实你出来也好啊 时期下去 也未必会有好的出路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这份简历 其实也没什么用 工作经验 我编了半天 也没编出来 没关系啊 我帮你看一下 谢谢 谢谢 要是没有合适的 也无所谓 我就是不想再窝在那了 看你们一个个都那么厉害 我也想出来碰碰运气 其实也没什么要求 自己能养活自己就行了 真的 对了 那高米娜呢 听说她那个单位 也挺不错的 是不错 但她辞职了 为什么呀 那她现在 她回老家了 你不知道吗 米娜他们家 一直想让她回去 就是因为班长 她才留在北京的 现在人家分手了 当然就不留在这受罪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好久不见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两个月之前吧 他们说我变化很大 但是没想到一眼就认出了我 厉害 你住这儿 不是 我来找一个老朋友 易奕秋 你不会也是来找他的吧 老朋友吗 你不记得 你的老朋友跟谁住一起了 真的吗 真想不到 那我们一起上去吧 谁啊 算了 先走了 好 对了 忘了问你 现在在哪工作 现在在一家小小的广告公司里面 当一个小小的项目经理 还挺好的 那我不错 哪有你宋总好啊 找谁啊 现在有女朋友了吧 有啊 那她在哪儿 北京 还是美国 还是别的地方 你呢 我 当然是一二了 说真的 我觉得你 变化挺大的 现在的女人 要求越来越高了 自身品质 要是跟不上的话 还怎么换 好 不说这个了 我们两个改天 有时间的话 一起去喝酒 伯爵 好啊 那择日不如壮日 就现在吧 现在 对啊 那走吧 走啊 你再次问你别的男人 倒入死案你的嘴 你听着准备 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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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林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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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你怎么了 什么呀 你给我打电话呀 别发 你好 你是秦也小嘴吧 刚刚是我拿她的手机 给你打了电话 她天天在我们这里喝得烂醉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下班 只有拿她手机 查通讯录挨个打 前后都来了好几批了 今天轮到你了 哎哎哎哎 你先别走 人你可以不管 你把账给结了吧 警察总之 这不关我们的事 是别人让我们这么干的 没事 说 是谁支持的 她说有个狐狸精勾引她男朋友 就找我们哥儿几个帮她出气 那些短信和邮件 是不是也是你们发的 那我们不知道 她可能找别人发的 然后说这样没准 你就能把号给换了 我说的都是实的 不信你们查呀 你们说的她到底是谁 名字 夏静静 对不起 我不想追究了 他都想把网集给 qued第二刀 哈哈 刘建国 你看见我的简历 为什么不直接扔到垃圾桶里面去 你为什么要给我打电话 你为什么心里头明明恨我 还要假惺惺地跟我道歉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只是希望能过得好一些 我很好 在你回过之前 一切都很好 对不起 我也替他跟你说一声 对不起 不用了 请你转告他 不管三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从你刘建国回国那一天起 我们连朋友都不舍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去找你 啦啦啦 啦 啦啦 慢点 慢点 你 你别走 你知道我心里好人生吗 你 你干嘛 你别走 你别走 你干嘛 干嘛 你知道我想你吗 你干嘛 你走开 你知不知道 知不知道我想你 你不要离开我 你不要离开我 求求你不要离开我 不要 不要离开我 真的不要离开我 真的不要离开我 我 那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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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